我今年的提案还是 就是跟我一直以来呼吁的主题 人口缴少民族的口头传统 因为我已经是第七年上会上两会了 但是这么多年一直提的 这是关于少数民族传统的 尤其是人口缴少民族的口头传统的 这个保护的成就 所以呢 去年我带来的是一份联名提案 就是建议国家呢 就是加大力度保护人口缴少民族的 这个口头传统的这个保护 还有呢裁缴点赞工作 因为我们国家人口缴少民族呢 有28个就是在人口的30万人以下来 就是人口缴少民族 因为他们大多多只有自己的管民族文字 本民族语言没有管民族文字 所有的文化都在口耳向上 所以呢 现在呢 就这种口头传统呢 就是就是面临这种消亡 所以呢 我希望就是说 能够每一年 我都能够就是坚持不懈的 就进入这件事情 能够提出更好的建议 他们很欣慰 而且去年呢 我们这个国家图书馆 闭了相 就是现在28个人口缴少民族的口头传统 点藏工作呢 去年已经正式启动 而且呢 是以我的本民族文族为实力 然后呢 我跟我全程参与 然后呢 也一直 跟着他们下去 带他们到我们团队区区区 我们行程 达 我们下去了三趟 带着专家组 然后呢 包括到时候 后来我们还带着船程到北京 因为我说 目前我们的 行程应该达到三个多公里 然后我们已经收集了 整理了大量的 鱼和鱼传统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